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依照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物理量表示成某一个函数的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U呢 是怎么写呢 我说它是等于四拍分之一 那它是R-R'的DR' 然后对R'积分 这个是PLAN 注意哦 它是对PLAN 积分 它对PLAN 积分 这是要小心的 所以你G出来的结果 这边是UR 那同样的 W 的物理量呢 那它是等于四拍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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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是对R-PLAN 积分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讲的 那这里的积分 我们是对 所有的SPACE V 再做积分 那我们说 我们接着想要去check一下 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对的 好 那我说 好 理论上面的话 我已经知道我F是写成这样的话 那我反推回来 反正 我的F呢 如果我把它做这个Divergent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POO的Divergent Gradient 再加上 Divergent的Curve Volume OK 那 在这边 我们已经知道它这个是等于0 因为 一个Vector Curve在Divergent一定是等于0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就是等于 负的 Laplace的1 那Laplace U的部分 把它写进来 就是负四π分之一 OK OK R-R' OK R-R' Q と qR-D'R' Prang 记住一件事情 在这边 在这边要小心的是 这是plank 这是plank 那这里呢 是对没有plank的在做 gradient 跟divergent的部分 所以你这个laplus 实际上是 对r在做laplus 这是你要知道的 他就话说 我们这个就变成是 负的4pi分之1 OK 那由于他并不对他作用 他只是对他作用 所以我们把drplank 把它放出来 然后laplus r-r-plank data-plank 那在这里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上一堂课 已经知道的 这是等于4pi的 data function r-r-plank 30方 所以你把它计算一下 4pi跟这边的4pi消的 正 一旦组计算以后 就马上看到了是 dr-plank data-r-r-plank 对 r-plank 在做区分 那这个 对 overall space 1g 它就是dr OK 所以我们看到了 divergent的f是等于d 没有错 好 那dr 让录的f呢 那这一项 轨点一个东西在刻 它是等一定 所以 我们马上知道 这个 把它一项一项把它移开来 就变成是 轨点的 divergent的 w 减掉 那plus的w ok 好 那我们一项一项来看待 我们说第一项 w再取轨点 那我们把 divergent w先算一下 divergent的w就等于 4% 4% 分之1 然后呢w把它放进来 你divergent r-r- ok 分之c 那里是对r- 第三方r- 或者是你divergent 那记住了 一样的 它只对它作用 ok 这个呢 这个呢 积分是对它积分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了 这里面 你实际上 我们可以看到 c这个vect 实际上 对它作用的时候 它可以把它当成是 常数的向量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是只对它作用而已 我应该要把这个是取成绝对值 我应该要把这个是取成绝对值 这是一个constant 然后它是要对它作用 它是appoint的尾分 所以 我们看到是一个scale 再一个vect 你把它dot 那基本上 它是应该f divergent 再加上gradient f.a 那我们把它 展开来好了 就是四π分之一 ok c 你先把它提到外面来 divergent的 r r-r' 绝对 只分之一的第三方 r 那在这里面 有一个部分是 这是正的 在这里面有一个部分是 我们 我们说 这是r r 对它 这个是对它为分 如果我们要改成 对它为分的话 我说 我说 这里有pland 就是对 pland 的位置去为分的话 那这边会有一个符号 产生出来 如果同学们会觉得说 它们 你看 看不清楚 它是什么 那你就直接把它 化成直角坐标系统 x-x-pran 的平方加 y-y-pran 的平方加 z-z-pran 的平方 然后开根号 分之一 然后你去取divergent ok 那你取divergent的时候 你对它为分的时候 跟你对pland为分 那旁边是多了一个符号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把在这里 我把它改成什么呢 我把它改成 这是对pland为分 然后我这边前面呢 多一个符号 那我就直接把这个式子 变成是pland pland pland 的函数了 我要把它写成 这个关系式的展开 就比较容易一点 换句话说 底下的部分 四排分之一 这一项 相当于是什么 一个函数DOT DOT应该放在这里 DOT应该要放在这里 这也是 对不起 这是DOT 这不是DOT 很贵一点 因为这是scale 所以你看DOT 一个VET DOT 一个VET 这是相当的 这是一个VET DOT 这个VET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一项的结果 的符号 就等于它-它 OK 我们就把它写出来 好 那F 是R减 R'分之一 然后 C' D' R' 再減掉 四π分之一 R-R' 分之一 Divergent CR' 第三四方 這應該沒問題吧 那後面這一項 你可以用 Divergent Theory 那這個部分 利用Divergent Theory的部分 本來你是對 Valent積分,我現在對 它的包圍的Surface積分 那就是R-R' C R' R' Data Powered Service OK 好 那我們看看 它會等於多少 前面這個部分 它是一個 Constant的 這個 這是一個 Constant的 這個 所以你取Divergent以後 它其實是等於D OK 那它也知道 從這裡也是知道的 OK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你只剩下後面這個部分 Constant的 Constant的 W就等於 Fu的 4pi分之1 R-R' C R' D'A OK 那我們看到 這個是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因為你這是對一個 Surface 這個Surface 包圍那個 8輪 所以 我說 這個值啊 在 Limiter R' Prong 7近於 我說 R-R' 的絕對值 7近於無窮大的時候呢 它應該要 7近於0 只要在什麼情況之下 只要在什麼情況之下 C呢 這個函數呢 它是一個 非常localized 有時候 它只是在某一個 區域裡面有值的東西 你就可以把它當成是 我的扣子掉了 就把它當成是 這區域裡面有 東西 但是呢 你現在你看到 當我 到Surface 越取越大的時候 我這個值 R-R' 越來越大的時候 那我們的R分之1 C的部分就越來越小 換句話說 這個 你對這個Surface積分啊 就趨近於0 除非是什麼情況之下 除非說 我現在這一個 C R這個函數啊 它呢 假設我們這樣講好了 我說如果 CR這個函數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你去看 R' X' 底 三方R的部分 我們說 又是用一個Surface 來積分 那你這邊就變成 4π 球的Surface R' 底R' 那你現在你看到 你是不是對整個Surface 積分啊 那我們看到 這個是可以消掉 以四方的 那 是等於 X' R' 4π 4π把它提到外面來 D' R' 那我們說 這個要什麼時候才會趨近於0呢 當我的 X' R'呢 它呢 是 B 1 比R' 平方分之1 來得快的時候 那這個東西就會趨近於0 也就是說 它Decay如果 比R' 平方分之1 來得快的時候 那這個東西就會趨近於0 如果 我們說它是 R'分之1 那你R' R' R'消掉 你這個 G分對這個 整個Surface R很大的時候 一G 是R' 對不對 那 R趨近無窮大 它不會等於0 OK 如果它呢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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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個 消掉一個 那就是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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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 一G出來 是-R' 當R趨近無窮大 它就趨近於0 R' 趨近無窮大 那就趨近於0 所以如果你是 R' 的平方 那你這R' 這邊又R' 這消掉一個 那就 X分之DX 那就是Log 的R' 當R趨近無窮大的時候 這個東西還是會趨近於無窮大 所以我們就會說 當這個函數 它Decay的速度 比R' 平方 分之1 來得快的時候 這個 東西 就會趨近無窮大 同樣的道理 一樣的 在這裡 跟這個道理 是一模一樣 OK 我們一樣的是對 一個Surface 積分 那 我們希望的是什麼 這一個都 這個函數 就是它 OK 的同等地位 它是非常localized 而且 而且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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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说这两个条件 你要同时满足 那你这一个 就会趋近于零 那当它趋近于零的时候 就代表的是 这个东西就 等于零 那等于零的话 你就看到了 这一项是等于零的了 那它等于零 不对是这一项等于零 是这一项等于零 那我们就证明说 它的前面这一项等于零 那后面这一项呢 会不会等于其他的值 因为我们希望证明 克的F是等于C啊 那后面这一项会不会等于C呢 这是我们接着要证明的地方 好 ok 我举一个例子 好 你们在电池学里面 进电厂 克一是这样写 克一是等于零 克F Divergent E是一九零分之中 那你已经知道 这个就是你的D 这个就是你的C ok 那接着我要问 一是什么 这是我们昨天讲的 假设我有一个物理量 我已经知道它的Divergent是它 这是我已经知道的 那我也知道它的克 这个物理量是等于零 那我要问这个物理量是什么 这是我们昨天讲过的 所以你们昨天回去有复习这一块的请几手 对没有人复习到 所以以至于你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你们 你们一定要回去要复习一下 说老师上课的东西完了以后 接下来我给你们复习了 接着就要继续讲下去了 所以基本上面 这是第一个 百分之一是等于这个 这是 这是后面我们要学的东西了 同样的 同样的 对于磁场 Divergent的V是等于零 Curve V是等于μ0的J J是Current Density Rose Charge Density 那一样的 我要问V是等于什么 这个电影就是要告诉你说 当我知道一个物理量 它的Divergent 是等于某一个 这个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那它Curr等于什么东西 我也知道了 这个都是知道 我已经知道D啊 我也知道C啊 那我要问说 F是什么 那这个电影就告诉你说 F就等于它 那它是表示什么 是这两个东西 这样了解吗 这个东西跟这个是一样的意思 对 这是Valient的积分 这也是 这三度积分就是Valient 对 它的符号跟它是一样的 这样了解了吗 我再讲一次 我说 我知道 一个物理量 以后是一个物理量 在这里是一个Vector 这个Vector呢 它Divergent的东西 我已经知道了 它Curr的东西 我也知道了 那我要知道 它是什么 OK 所以换句话讲说 所以换句话讲说 后面你们就学到了 Divergent的E 是等于它 Curr的E 是等于它 它们两个都知道 D知道 C知道 那我要知道E是什么 好 那对进磁场来讲 Divergent的V 我知道了 Curr V我也知道了 那我V是什么 V要怎么 说V是什么 不E是什么 我就说 我这个东西呢 可以写成 一个物理量的 负的 轨点 的 这个物理量 加上Curr的 W 那 换句话说 这个东西啊 在物理上面 我们其实就叫做 Scalive Potential 这个东西呢 就叫做Veter Potential 这是在这个条件底下 跟这个条件底下 那我们等一下 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你会知道 看到 就是说 在这里 你的U跟W 其实是跟 Meter Potential 跟Scalive Potential 相关的 那我们今天在做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先证明说 我写出来的东西 确确实实 这两个东西 是符合它的 刚刚我们在证明的 就是这个事情 大家了解吗 Apple 就是 你的Source的位置 过着你的 这个函数 OK 这个函数是什么 我不知道 如果在这里的话 如果这里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我们的 Charge Density OK 你这样比较有感觉 那这个Charge Density 你的分布 是什么 你就用 它对空间的分布 我说 我的Charge Charge的分布 它的位置 距离原点 都是以Apple 来表示 就是这个Apple 那你现在 你要算的这个物理量 是对空间 所有的物理 你要算电厂 随着空间的分布 它是跟 你的Charge的位置 有关系 Charge的位置 在哪里 Charge的位置 就是 你的 Charge Distribution 用Plan来表示 OK 就是你Source的位置 用Plan来表示 同样的情况 你的Current Density 用Plan来表示 这样了解吗 所以在物理上 在物理上面 至少 在你平常的 不管你是 古典物理过 近代物理过 大部分Plan所表示的 都是差不多是Source的位置 然后你的 要计算的东西 都是对 OVERAL SPACE 来 来做探讨 但是它会跟着它变 它会跟它的位置改变的时候 它就会改变 所以它是它的函数 那它的函数是什么 它的函数 你必须要去把它 从这边要去积起来 这是对Source 在做积分 这样了解了吗 还有没有问题 OK 这是DOT 因为我们有两项要做 这是直接把它写过来 这是抵悟了 因为它设这一项等于零 所以你们应该可以知道 老师已经写错了 好 哪一个地方还有问题 还有没有问题 哪一个地方 这里吗 这里 这里 这里吗 这个我被抄掉的地方吗 蛤 蛤 没问题 是 那么 我 没有问题 想辑 OK 这前面的部分 这有一个Plum 这个部分你要去积分 它就是我们 这边前面还有一个 四Pi分之一 这个就是我们的定义 还有一个负号在这里 这是我们在Delta Function 上礼拜 今天星期三礼拜一 这是Delta Function 那前面有四Pi 这也是Delta Function 定义出来的 OK 所以你现在看到 你的Delta Function 跟这个积分 这个等于什么 这是在XG翻对不对 所以它等于多少 Fx 只有在X等于X'的时候有值 所以你现在你把X'积掉 就是剩下X的位置有值而已 一样的 这个你已经等于Delta Function 就是剩下这个跟这个积分 那只是它而已 那有没有问题 所以那个四Pi是原本的定义好了 蛤 四Pi是原本的定义好了 你说四Pi是烧掉了 蛤 我一直说为什么我们四Pi的东西 是从那个Delta Function 那边积分出来的 你说四Pi啊 对啊 四Pi就是上一堂课已经 在礼拜一讲过了啊 这四Pi的来源是前面 我们已经在礼拜一讲过了 我们礼拜一已经讲过说 你要去积一个东西 你要对底A 你对底他要积分 然后他变成是底A 对不对 那也是一个球 你把底A 变成是四PiR平方底R 我们之前就是有这样子吗 有没有 你礼拜有没有来上课 有吗 对啊 四Pi就是从这里积出来的 这个四Pi就是从这边来的 OK 好 好 好 还有问题吗 好 那我们说 我们现在只证明了 这一项是等于0 这个是等于0而已 后面这一个部分 那plusW的部分 我们还没证明 那我们就把 那plusW的部分 我们说了 那plusW的部分的话 那你就是把你的四Pi一雄分之一 OK我们把它写上来 OK我们把它写上来 你这边还是一样 你这边还是一样 你对R Pi的部分 你把它积分了 但是它对R在做 那plusW的部分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你可以把 那plusW的部分 负负负责 那我们看到的 你现在这四Pi跟四Pi就消掉 那这里一层就变成Cr' 所以从这里就看到了 Cr'F是等于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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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和他的关系是已经我们非常了解了 那换句话说 我们这里面 唯一要把它写成这三个 他知道以后要把它写F写出来 他是等于U是这样 W是这样的 唯一一个条件是什么 就是这个 你的C一定是一个localize 只有一小区域有而已 其他的部分是不是广况的分布在非常大的space里面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这个整个定义所讲的 那我们就针对我们的电场跟磁场 他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去定义scale potential跟meta potential 那这两个potential要怎么来定义呢 第一种 第一种情况的话 我们先从这个 定义去 换句话说 这个物理量 是等于0 那这个物理量呢 k等于0 那是第一种 条件 第二个条件 这个物理量 那如果我对取一个限积分从ag到b的话 那是跟我的积分路径没有关系的 然后第三个 然后第三个 那第四个 F 或者E 你现在这个E 这个E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的C等于0 也就是 在那边的C是等于0 C是等于0的话 就是W等于0 W等于0的话 F就等于负的gradient 一个potential 那就是E 我就可以写成 负的gradientU OK 在这边的U 就被叫做scale potential OK 这个为什么会等于0 这个为什么会等于0 A点G到B点 它跟路径无关 G圈不是就等于0 CG到A 哪一个CG到A 这是一个Close loop的G 好 那你有一件事情是在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说 E 并不是唯一的 为什么不是唯一的 我们说把U 变成U加Constant 它一样是符合 C1是等于0 OK 换句话说 U加UConstant 都是可以 是它的解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scale potential是这样子来的了 就是完全是一个Curl Curlous的Feel 那我在这边已经把它那个E的符号 其实就是我们后来讲的进电场的部分 第二种情况呢 对应我们的进磁场的部分 这个是对应进电场 对于我们进磁场的部分 那是Divergence 那在这样子的Feel里面的话 第一个 这个长Divergence 一定要等于0 这是 第一个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看到的是 你现在因为你是Curl 那Divergence 是等于0 那Divergence 等于0的意思是什么 换句话说 因为我们在之前已经讲了 Divergence 一个物理量 比Tau 就是相当这个物理量 DotDA 这个Surface包围它 那它等于0的意思 就是在这个包围它的Surface 进气的Flux 跟出来的Flux 应该是什么 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知道 它是等于 F.DA 这个Surface 是Independent 的 的 这是第二个条件 那第三个条件 当然一个close的 把它写成V 它要等于0 这刚刚我们已经讲过 这是一个close的surface 那你现在你知道 其实这三个东西 其实都没有新的 唯一要新的东西是什么 你已经知道divergence 是等于0的情况 D是等于0 D等于0的话就是等于W是等于0 VU是等于0 那U是等于0的话 这个向量就 这个位置的 物理量 就等于closeW而已 所以我们把V呢 就直接可以写成closeW 那W是等于多少 W就是它 OK 那我们说 当你写成closeW的时候 这时候的W就叫做 Metal Potential OK 一个是在closeW是等于0的条件 所出来的 所以我们在进电场的时候 是closeW的时候 在进磁场的时候 对不起 在进电场的时候 是closeW的时候 在进磁场的时候 是closeW的时候 是closeW的时候 是等于0 这是在must way equation 在四个must way equation 所告诉你的一个结果 那它隐藏的就是有一个 scalive potential在这里 E是等于负的轨点U OK 这里面就隐藏了一个 Metal Potential B是等于closeW的这个W 那这地方就是我们 这一章的一个结果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好了 我说D呢 如果是 C A跟B 它都是Constant 一个是Constant的Scale 一个是Constant的Metal 那很简单的 你的U 你就可以得出来 U是等于多少 U就是你把 你的D带进来 D带进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马上看到 它就是等于四π分之一 OK R减R' A.A.A.D.A.三次方的R.A.D.3次方的R.A.D.3次方的R.A.D.A.S. 代成R的位置 所以这个G出来的结果 就是等于R 分子1 R'是等于0 代进来 这是U 那W呢 W一样的情况 这四π分子1 R减R' 你把V Δ三次方的R' 第三次方R' 放进来 R'是等于0的时候 才有值放进来 这边就变成四π分子 V这个向量 那R 的绝对几分子1 所以你已经知道 U知道W以后 那你就直接把它带进去 OK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F值 F就等于负的 Gradient 四π A R分子1 再加上 四π V 克 OK 那到这里的话 应该你们都会算 四π A分子1 这个把它计算一下 你看你要用直角坐标系统 用球坐标系统 都没关系 OK 那这边呢 四π V OK 那这个是克的 R平方 分子R 这得出来 所以这个例子的话 是一个很典型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 点电后 它是在原点 那有一个呢 Current Density 它是也是在原点的位置 它的Current的大小是V的部分 好 那我想我们这个 整个Chapter 就在这边上告一个段落 我们休息个